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在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 职业移民 那么排期对于EB1类别 杰出人才 排期还是2017年的2月22号 保持不变 对于EB2类别 包括NIW 也包括雇主支持的Perm 排期前进了三个月 前进到了2016年的4月1号 所以和EB1相差不到一年 只有10个多月 EB3排期前进了三个星期 前进到了2015年的8月1号 对于EB5投资移民来说 排期只前进了一个星期 前进到2014年的9月15号 这个是排期的基本情况 那么接下来排期的未来展望 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此前也有另外的视频 简单给大家说到了 大家也可以看 那么和我们预计的类似 就是说EB1类别 前进仍然比较缓慢 像前面我们看到 现在杰出人才和NIW国家利益豁免 排期只相差10个多月 相当短 将来估计也不会差太多 这个实际上 对于除了中国 印度等等以外出生的世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出生的申请人 目前EB2排期比EB1要快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反过来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对吧 你这个不是说像我有博士学位 一定就比有硕士学位的人挣钱多 我有美国的学位 一定就比只有中国学位的人早拿到绿卡 没有这样的规定 这个形势在不断的变化 只要看个人 EB1为什么申请人多 此前我们在别的视频里已经反复的详细的讲过了 相比之下呢 NIW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排期越来越接近EB1 所以呢 应该是作为一个重要的选择 认真考虑 实际上呢 我们从几年前就多次写文章 提供信息 提醒大家 就是说呢 要更多的注意应用 NIW如果早申请 有早的优闲日期 如果前两年申请了 现在就会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状态 这个有一句话呢 说叫种一棵树 最好的时机是十年以前 其次呢 是现在 这个叫Better late than never 早动手 即使错过了以前的时机 动于以示 桑于未完 还是可以挽回 尽快的采取行动 从另一方面呢 大家也看到排期形式呢 也显示 因为申请人越来越多 僧多州少 从这个角度呢 坦率的说呢 我们估计EB1以后 可能也会越来越难批准 因为申请人数量很多 移民局呢 不可能 所有的这个申请都批准 那么会造成排期 更严重的这个积压的情况 那么这个是排期的基本信息 我们还会每个月给大家提醒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再做一些更多的这个分析 像前面讲到 这个绿卡谁做主 美国的绿卡制度 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知道呢 绿卡申请和很多其他的国家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一些欧洲国家 有什么不同呢 那些国家呢 很多是用打分制 是由政府来做主 评判的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申请 然后呢 政府是你一个分数 根据你的年龄啊 教育程度啊 专业啊 等等 每个打一个分 所以呢 一切都是由政府主导的 而美国呢 这个不一样 所以这个区别呢 有一点点类似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美国呢 是由个人和这个公司 是吧 还有律师主导的 然后政府呢 只起一个评判的作用 和这个其他国家呢 几乎一切都由政府来包办 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大家知道呢 在川普刚上台的时候 他也曾经提出 说要移民改革 改成打分制 然后来呢 也就无声无息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规模最大 要改成打分制 尤其是如果要允许世界各地的人都申请 光是这个后勤 具体的实施恐怕呢 就要很长时间 还不一定能够成功 所以呢 虽然大家 很多人对美国现行的移民制度 这个体制呢 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呢 如果要过渡到和其他国家一样的 这个打分制呢 看起来还是相当困难的 遥遥无期的 那么相对来说呢 那美国的这个移民制度呢 可以说更加注重个人 注重家庭 另一方面呢 也比较重商 个人呢 那么你个人就可以主导申请 是吧 像EBYA NIW这样的 注重家庭呢 有很多是亲属移民 是吧 给配偶 给家庭成员来申请 从重商的角度呢 很多可以由雇主 为雇员来提交申请 而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 这个呢 就是一个区别 是吧 由谁来决定 是否申请绿卡 能否申请绿卡 是否批准 那么当然了 申请绿卡的人嘛 来自世界各地 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是吧 每一个人呢 有不同的条件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这个批准绿卡 是先批准绿卡持有人 他后来结婚的配偶呢 还是批准这个学校的教授呢 是先批准 这一位科研人员的申请呢 还是艺术家的申请呢 是先批准这个软件工程师的申请 还是到美国工作的跨国公司经理呢 你是先批准难民 或者政治庇护的申请人 还是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呢 每一个人呢 有不同的绿卡申请的基础 在具体的这个排期呢 以及申请过程 这个当然要由移民法和细则来决定 这一定情况下呢 也是各个不同团体的博弈的过程 每年美国都发放超过100万张绿卡 但是同时呢 申请的人数更多 是吧 那你自己的申请能不能批准 能不能早批准 这个呢 也需要自己来争取 是吧 有你自己来努力 大家知道呢 这个比如说像交税啊 这个福利啊等等 这些公共政策 这个也影响到每一个人 但是呢 个人能够起到的作用相对比较小一些 那你涉及到个人的 你的这个身份申请 绿卡申请 这个呢 你要对自己负责 能够起到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有的话呢 是叫 幸福不会从天降 不可能说光这等待 什么也不做 然后绿卡会自动美国政府送来 这个不可能 那么呢 需要做出努力 我们看到美国绿卡的审批制度 在前面讲到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可以自己做出改变的地方 这个我们之前在很多其他视频里 也都详细讲到 比如说呢 像NIW申请 按照法规定 并不是只有科研人员才能申请 商业人士 教育领域的 艺术类的等等也都能申请 比如说有一位小提琴演奏家 我们就曾经为他提交了 NIW的申请 取得了批准 像这些 总体来说 一个人呢 你有可能符合不止一种绿卡批准的条件 比如说你是美国公民 或者绿卡持有人的亲属 同时呢 你又在一个地方工作 符合雇主提交的移民条件 可能又符合自己自主申请 EB1或者NIW的条件 那几种申请呢 也可以并行 互相呢 并没有矛盾 也并没有互相干扰的地方 然后呢 有的人说到说 我还要申请OPT呀 工作签证啊 这个呀 或者要申请这签证豁免啊 结果我的绿卡申请有没有冲突呢 一般来说也没有什么冲突 具体的呢 可以参考我们的其他的详细的视频 好 那么这个是绿卡排期 以及相应的绿卡制度的一些解释 有更多的疑问 可以联系我们 好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